Hello 今天这期视频要来和你们分享一下 我平时特别喜欢背的帆布包 第一个包是一个这个橙色的 这个包呢它是有一个一周的那种 就是从Monday到Sunday的一个 里面会有这种防水袋 里面有一个这种小夹层 袋子正好卡在我们肩膀上 腋下的一个长度 背上也比较舒服 下一个是一个这个粉红色的帆布袋 这个布袋就是超级超级轻 比较喜欢它的一个颜色是这种死亡芭比粉 虽然说这个颜色有点太过于青春亮点 但是我觉得夏天背一下还是很OK的 下一个包包 这个样式有点像这种托特包的样式 然后但是又比托特包要轻一点 里面也是有一个这种袋子 然后这个袋子是有拉链的 会更人形化一些 容量也超级超级大 是一股浪浪浪的 好看又好用又轻的包包 所以说这个我也是想给来的一个你们 下一款包包是一个这种蓝色的粉红包 这个包包它的一个布料是那种丝绒的 这个包包它本身就带一个这种拉链的 包包也是有拉链的 我比较推荐就是平时像上下班或者上下学需要带电脑 有这款包 下一款包包是这个 是一个浆黄色的 这个颜色也是很错误 包包是有按扣的 里面同样有一层小的袋子可以来装重要的东西 这个包背上以后 特别有一种慵懒的那种法式的感觉 当时我以为 买来还是有那种比较长的分包袋子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它袋子特别特别多 它的颜色我比较小 就是很有高级感的一个这种深海色 这个包子我就觉得它是它的颜色 甚至很实用性的 这些包子这么多 希望能给你一种草草 拜拜